丰丰 你谁呀 我是身体鉴定师董宁叔 你还记得我吗 可以看一下门吗 你好 你还记得我吧 孩子怎么哭了 我给你看 这是送鉴定报告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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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看这个报告到最后笔了 说唐童生 唐童生不是个 你看 确认我们亲缘关系 也就是说唐东升 不是抖霖的爸爸 你放心吧 老公 活后 我 我看他口渴 看 倒杯水 看倒杯水 你 涛涛 过来 你自己的儿子 你干吗 你干吗 唐东东 你叫我自己的儿子 姐姐 涛涛 涛涛涛 你帮我 开门 开门 快点报警啊 快点 我路上已经帮我过了 唐东东 你别 我帮你 你别 小心 你干吗 现在说的 我 我要我自己的儿子 打开 你打开我 我要一个自己的二人 放开 我要当爸爸 我要当爸爸 如果我感到快乐 你就爱爱手 爱爱手 如果我感到快乐 感到快乐你就爱爱手 爱爱手 如果我感到快乐你就爱爱手 爱爱手 如果我感到快乐你就爱爱手 醒来 快点 你快去看看呀 快去呀 你们为什么抓匆匆 你们为什么抓匆匆 放开 你放开他 你放开匆匆呀 匆匆 匆匆呀 匆匆啊 匆匆 你这是怎么了呀 匆匆 为什么抓匆匆呀 放开他 放开他 放开他呀 匆匆啊 放开他 你 匆匆 我得匆匆呀 爸 你们为什么抓匆匆呀 对不起 我求求你们放开 孩子不是你们 孩子不是你们 妈妈 还有没有 感谢你们 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 妈妈 救我 明天我会离开唐家 你们多保重 走吧 我都知道了 多多 不可怕 妈妈 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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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不怕 妈妈 我会想切 majors Anh 救我 我这是 妈妈 妈妈 你们都知道 我该怎么做 就是我的 冲ç 然后 你现在 管我 你这种 妈妈 我的 妈 我 孩子出生时 她便在出生证明上伪造了血型 当一切败露 除了离开唐家 她已别无选择 在这个事情里 李黎既是受害者 也是施害者 回不去的过去和看不见的未来 现如今 她只能自己去面对了 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去报名的 那李黎带着孩子去火车干等了一久 就等了一久 她那一个爸爸 青春共青居然没出现 她那前男友最后还是接受不了 这现实生活 居然比电视剧都够了些 我在干净子经历这行之前 我以为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苹果好吃吗 好吃 我给你喜楼一步 你知不知道 我们鉴定中心也是有质量的 从来不养闲人 我不知道你是猎骑还是意识性骑 你只要在鉴定中心一天 就给我好好干活 别无所事事浪费时间 听明白了吗 知道了师父 保证顺利完成KPI任务 不要叫我师父 同样的话一天说八百遍 累不累 我们修正糖 吃起来 或者是调板 什么什么东西 看起来 你很否认 你很不忍用 你在哪儿 亲子鉴定我有需要 这我喝过 不得死我不嫌弃你 我真的是要被我老公气死了 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我怀孕生孩子他不出钱也就算了 还非说孩子不是他的 我真的是很后悔 当初什么都不了解就跟他闪过 怨魂奇想 老公 终于结婚了 老公 你怎么是七月份生日的呀 那你比我小啊 没事啊 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毕竟咱们认识才一个星期 没事啊 虽然你比我小 可是你得让着我啊 那必须的 老公今天这么开心 我们能不能去吃一下红珊瑚 怎么样 那个味道偏辣 要不咱们去吃甜的 可是 你刚还说了要让着我的 老公我要吃红珊瑚啊 吃饭 你 我们生活 老公 你开不开心 你就快当爸爸喽 那 老公 这什么啊 这什么啊 老公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听清楚 别在这儿够东西 你要说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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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疯了你 孩子都快一岁了 太不养孩子 也不出钱 还非污蔑我说这孩子绝对不是他的 我真的是忍无可忍啊 干嘛 搞定 我一定让他原型地论 是吗 其实我现在在准备 我马上开招了我亲自见证第一单 我那些有点激动 恭喜 你 什么意思 如果亲自鉴定结果出来了 证明孩子是你王心磊的 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证明孩子是我的 我就认你 我就知道为你没什么用 好 那我告诉你 如果鉴定结果出来了 证明孩子是你王心磊的 你得赔偿我五十万的金属损失费 相反 如果孩子鉴定出来不是你王心磊的 我舔月付你五十万 怎么样 签不签 签不签 签 孙子不签 立许签 叫王心磊进来 他去洗手间了 我去叫他 不顾了 不顾了 好了 不顾了 不顾了 你没事吧 不苦啊 你没事没事 你给我过来 我心里是没有尖叫钝跑的 老师 你瞎得了个钩子 来怎么 你慢点啊 孩子 你还让人家慢点 这不靠谱活街的 宁淑姐白给你开会章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在他们还没有做亲子鉴定之前 就把这事给搞定了 其实跟科学相比 真正难懂的是人心 那你就琢磨琢磨这堆预约了 但是不来的人的人心吧 得嘞 师傅 保证完成任务 敢一直叫宁淑姐师傅 而她没有翻脸的 你是第一个 来回折腾几次 终于做了鉴定 孩子确实是吴星蕾的 原本 这应该是个幸福圆满的结局 因为吴星蕾习惯性地逃避和怯懦 让本来就不牢固地婚姻彻底崩塌了 天悦早已死心 离婚带走了孩子 难道 是是是是是 我们这里是安和庆子建议中心 好好好 知道 知道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您好 前面是葛布女士吗 不好意思打扰了 是 那个 女士不好意思啊 您能说普通话吗 这里是安和亲子鉴定中心张细达 好的 没事了 也没说想说什么 拜拜 等一下 我确实约了亲子鉴定 是 那个 我在资料上看见您预约了 但到时间了没来 我帮您重新预约一下时间可以吗 可以 但是我需要你们给我配最金牌的亲子鉴定师 起码检测过上千人才可以 没问题 我师父懂您说可是我们这里的金牌 别说鉴定过上千人 上万人都鉴定过 那您下午方便吗 我帮您加急一下 应该行 你等我电话吧 好嘞 好 等您啊 拜拜 我成为了鉴定中心最快开单的新人 也因此得到了师父的认可 干杯 首先 恭喜我 开张啦 谢谢 帮那来着 是因为师父终于认为这个主题了 哎 你可以呀 你可是咱们宁叔姐第二个盖章认可的主题 是吗 第一个是谁啊 来 来 来 我们再干一杯啊 来 来 来 再干杯酒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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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干杯酒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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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酒啊 来 来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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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兄 林博士 我得跟你再喝一个 我们是这儿为二的男性 我打从镜中心开始 我就没听过你说过话 那个 他将来画上 我帮你画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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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你们接着吃 我上洗手间去 你什么都敢问啊你 你吓死了 你看到他的表姐没有 马总 我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给我打钱 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先生 你是七号桌买单的吗 对 一共是八百八十八 这个女人不简单 看来他不只从我爸那里拿的钱 不过现在不少的单子 不都到咱们安盒来了吗 不吃解妆走了啊 多浪费啊 师父他第一个土地 到底是谁啊 渣男 已经被逐出师门了 我 必然欺骗我们宁书姐的感情 该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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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喝多了 胡说八道呢 别往心里去 欺骗 欺骗感情的啥呢 谁啊 哎呀 别闹了 这好奇心啊 你要给别的三个小孩 别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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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胡说啊 刚才呢 跟大家聊了很多 想必大家听起来 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对 对 对 别的 等一下 哟 咧 下面啊 我们偷屏连一下电脑 给大家看一些国外的资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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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个这还有 谢谢叔叔 谢谢你 这个片段 是不是也可以给电视剧提供素材了 我老是没看错 没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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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他走了谁讲啊 都是小插曲啊 我这边有一个新的案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没想到 他俩以前真是一对 咱们董主任天生的就是学霸 思维严谨 眼光长远 大学没毕业 工作就烙听了 再来咱马力军 那是多亏了咱们董主任 他才有机会进亲的联中心实习的 这本来啊 一起工作一起恋爱挺好的 可这小两口一过事 全完了 一脑子黄色废料 不是爱姐 我这只是很合理地展开想象 那会儿 他们俩人就一个金生命额 这按理说肯定是咱们董主任更有机会 可他马力军呢 到处跟人说 说他要和董宁叔结婚了 还说什么 说董宁叔婚后要做全职主妇 是 太坏了 这结果他不就得逞了 他倒是升职了 咱董主任一期之下就把工作辞了 这个才来了咱们所 不是 那我师父他不懂 大主 别乱喊师父啊 上你叫他师父 就是这渣子 就他 那可 就他呀 安琪 那我们董宁叔私底下属于哪些型的呀 哪种私下呀 就 就 就是 感情放过 私下我不太好说呀 那是隐私 姐 这么着吧 我这锅巴呀 这库存 三包 三包 五包 那这样 我先问问你 你觉得我们董主任怎么样 哎呦 我不知道 还在新双脸都红了 我可是听说你来我们安和可是另有所图啊 我没有啊 阿姨 阿姨 来 给您看一下 想必大家今天听完我的讲座 一定会对亲子鉴定比较感兴趣吧 对比较感兴趣 对比较感兴趣 如果大家只是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呢 那我建议可以去安和找董主任 他也非常专业 他也非常专业 都不是 但是如果真的要想要做亲子鉴定的话 我建议还是来咱们诺信 咱们诺信呢 体量大 设备新成长 准确率也是提高的 准确率也是提高的 没有底线 像那些小的鉴定机构 我就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了 他怎么联系呢 好好好 我给你出个招啊 就像他这种人 特别自负 只要你把他吓一袋 直接气了 就给他气个半死 是吧 真的 听我了 去 就在我身上 马主任 马主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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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做亲子鉴定 感谢你的信任啊 明天直接来诺信找我吧 马主任 我想跟您说说 我的情况 可以吗 您说 我儿子 被缺诊是 肝癌晚期 已经没有手术的可能性了 唯一救他的方式 就是换肝 我和我老公想着 我们俩年龄也不大 身体还算可以 只要我们谁的肝符和捐献标准 我们就给儿子捐一个 可是 匹配肝型的时候 竟然发现 我们养了十多年的孩子 血腥配对不上 所以 我们要急需做的 就是亲自鉴定 您这情况我听明白 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呢 需要加急费用 下来得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这也太黑了吧 阿姨 您好 来我们安和吧 三千块钱 就能给您搞定 阿姨 您可别听她吹牛 这马主任也是我们董主任的 这世界上啊 就有些人 就是那种花言巧语的小白脸 平时看着任务人 都要是其实心里捏坏的 可不能上当 就是我说你谁啊 我是你大名 能好好说话吗 跟人行 跟人渣不行 我不跟你吵 但是我得教授你什么叫规矩 规矩 你知道什么叫规矩吗 什么叫规矩 首先这个行业没有这么抢生意的 齐月 人身攻击 董宁淑没教你什么是规矩吗 教了 师父教我不能跟狗抢吃的 而规矩是讲给人听的 他没教过你吗 你不也是他徒弟吗 董宁淑这几年代人 真的是越来越差劲了 安和有你这样的员工啊 我看离倒闭也快不远了 我不是员工 我是投资人 投资人 安和有你这样的投资人能挣钱 那真是做白了大梦了 我挣不挣钱关你屁事啊 我就告诉你 不准再提我师父 你不配 怎么了 她是我前女友我家做宣传 怎么了 怎么就不配了 你是不是有点大病了 都是前女友的 你给人做什么宣传啊 那叫宣传 那叫拉财 阿姨你评评理 这种人是不是披着人皮的白眼狼 阿姨 阿姨 船 喂 妈 儿子 最近好吗 很好啊 怎么了 你这是在哪儿呢 不是represented家里啊 我 现在在酒店呢 我现在 不是 然后我我写小说 我怕被影响啊 是吗 这么晚了 你给我打电话要干吗呀 是这样的 我最近啊 找了一批老照片出来 我把它翻拍了一下 有点模糊 现在不是有那个 AI修复技术吗 你肯定懂的 你给妈妈修复一下 好不好 行 那妈 你给我发过来呗 我给你修好 再给你发过一下 好 给你传过来了啊 这人是谁呀 这个人是 这么年少啊 这人是谁呀 这个人是 喂 妈 我把一张照片给您发过去 您看一下 这是你闺蜜吗 这个是 我见过吗 我见过吗 哎呀 那个就是一个 老朋友 你不认识很正常 那这阿姨叫什么名字呀 哎呀 都那么久了 我都忘了 叫个什么 什么名吧 董米 董阿姨 阿姨 趁着您今天清醒 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所以 我让你女儿来看看你 我 我没有女儿啊 我 我有女儿 有女儿 她叫 她 她叫宁淑 妈 宁淑 宁淑 我 她叫他 在那儿 在那儿 她是